我們接觸到路間兩人相處融洽 我們又懷疑感恩的 健全誘教環境座談會 這天在台中市議會的會議是來舉辦 由立委楊瓊英找來政府相關單位 和近百家的誘教業者面對面座談 主要就是因為新版的誘托整合政策 輾出上路 為了減少疑慮和摩擦 因此立委特地召開這場座談會 業者率先反映的就是聯合集查的問題 我們建築師民意點都在檢查 所以基本上這個安全的問題 他已經即便是違憲 他都已經在這個範圍上處理過了 第二個是說有一些是為了孩子的安全 跟他的需要 比如鄭宇恒下大學的時候 難道是要讓孩子離離嗎 幾百家按照排訂的程序去來講 並沒有說常常每天都去檢查 那只有一種會去檢查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被檢舉 那被檢舉的時候我們會澄清 如果他檢舉的事證是明確的 我們才會去排檢查 學校是一個公共空間 所以他必須要每一年都要經過簽證 當然政府必須還是要去檢測 那麼在檢測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這個原則嘛 好不好 就是以輔導的立場 溝通的立場啦 針對機財問題 教育局表示會盡量以輔導溝通為主 另外也有業者提到政府對幼托員的師生比要求太過 沒有把畢業和試讀的人數增減給納入考量 對此立委要求盡量以勸導來代替開罰 假設是100個小朋友立案100個 他實質都95個 那可能先來有105個 他畢業完畢業之後可能剩70個啊 那這個我們就要拜託教育局說 限期改善啦 限期改善 我們進去看你師生比不服 我們會用限期改善的情況去處理 那如果你我們用限期改善的方式去處理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警覺信 你除了師生比不服以外 你是不是還有操縮的問題 你自己要去解決啦 可能你們去看了 我準你50個 可是你怎麼53個 那現在先不要罰 等到招生期過了 就是一個半月正式開始也準 你如果再增加我當然就要罰你 此外這次做談會 雙方還針對幼保人員工時長 以及幼童專車安全性等問題 來進行溝通協商 立委楊瓊表示 希望透過面對面解決問題 讓新版的誘託政策能夠順利推行 記者的講話中采得到